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重视它的机能 譬如说像这样子的橱柜 它因为有一些五金的配置 它的收纳量就是别人的两倍 而且它在拿取上面也非常的方便 不会像一个洞很深 你都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走过来呢 在这个面上 你会发现只有两个漂亮的烤箱 这个面是一个很完整的被切割层 四个层面 那在第四个呢 它就是我们的冰箱 在这个颜色的设计上呢 我们就采取了就是用主人最喜欢的白色大理石 那搭配的呢 你会发现这个 其实叫做一种新的材质 是雾面的烤漆 瓶光的烤漆呢 我们也可以叫做雅光 它的质感会非常的好 显现出一种主人 它低调沉稳的性格 那有时候呢 做一个大的厨房 最讨厌的就是 在分割面上 你会发现有一道门 然后直通你的阳台 阳台上你常常会有垃圾桶啊 还有衣服会被看到 你会觉得视觉上非常的不舒服 没有办法跟你漂亮的客厅 跟这么完美的厨房结合在一起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运用大理石 其实他用了一个很漂亮的五星 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 那一打开 它其实就是通往阳台的门 在开放室的空间里面 结合西厨小工作室 再加上一个可以开party的客厅 那你要怎么界定 他们每一个空间 感受到它既开放 但是它其实是有被界定的呢 我们就可以用地板上的材质 比如说我们可以 这边用大理石 这边用木头的地板 一边创造出西式干净 又明亮的感觉 那这一边就是属于客厅温暖 却又觉得很温馨的空间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样子做的感受呢 是我们不会去隔一个小空间 我们让这个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会在家里上网啊 然后用notebook啊 那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跟属于在这个空间 不同的角色的人互动 比如说你朋友来的时候啊 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煮饭 开party 看电视 还有在上网的 你都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里面 进行互动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分享的概念 客厅是我最常来的地方 在开放式的空间 几大片的采放玻璃 然后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 屋子的主人简先生 是一位成功的商务人士 他喜欢简洁干扁的几色造型 在都市里面呢 一般的主卧室都不会特别的大 那在这样子的空间的限制之下 你怎么做出一个宽敞的主卧室 第一个呢 就是你床头板台座的设计 你可以选择从天花上面掉下来 然后采用清透的材质 这样子呢 你的空间无形之中就会拉长很多 那要另外讲的是这个主人 他特别喜欢一些极简的图案 跟几何造型 我们用了木星板 去对叠出这样子的立体 另外一个他特别强调的是 这间房间呢 其实也充满着主人的巧思 因为他喜欢的是 充满着摩登感的那种几何造型 所以我们用了木星板 去对叠出一个立体 那跟他的地板呢 也是相互利 我们也特别呢找了很久很久 才找到了一家 跟他的所有的集合 有呼应的海报 那进来这个空间 你很明白的 就知道这个主人 最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线条了 书房也可以建作客房 通过卧榻下的抽屉 一直到底的柜体 以及悬浮式的书架 让这个空间的收纳功能 发挥到淋漓尽致 男生一直都要衣帽间的哦 对男生很重要的就是领带啊 袜子啊 那我们就会上方做一个透明的玻璃 让你这样子看下去的手里 就一目了然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 它就是可以放T-shirt 把T-shirt卷好一个一个放进去 你就不会怕怕 每天就是这样子抽出来啊 然后晚上要收得很麻烦的 找自己的T-shirt 那关于呢 衬衫啊 还有你的西装 就可以调得很好 为了节约空间 设计师江心仪采用了双运门 它是用拉门的配置 从这边拉 它就变成马头间的门 往这边拉 它就变成运运运间的门 在这样子的效果之下 让你的走道会因为这样而变宽了十公分以上 那这个十公分呢 其实就可以让你装得下一个像这样子大的浴缸 定制的人造石双洗手盆 让卫生间简洁大气 这样人性化的设计 让简先生的生活优雅而又舒适